科怀伦纳德和马斯之间的缘分,恐怕已经走到了尽头。 4月3日,因为NZAA决赛的远古,NBA没有安排任何一场常规赛。 但是,马斯队中却是波浪滔天。 根据美国媒体的相关报道称,马斯和伦纳德的谈判已经破裂。 马斯队很有可能提前将伦纳德交易离队。 NBA民宿杰伦罗斯则直接表示,伦纳德已经代表马斯打完了最后一场比赛。 1.伦纳德是诈伤,这则消息太震撼了。 作为马斯一手培养的球队巨星,伦纳德本赛季保射骨刺投机商并困扰,一共只打了9场比赛。 在常规赛即将结束的情况下,他依然未能回归阵容之中,未免让人非常失望。 这意味着,他基本已经无缘本赛季的季后赛了。 在此之前,包括主帅波波维奇,以及托尼泰克等球员都希望伦纳德能够回归阵中, 但是并没有任何作用,球队内部之间的了解肯定更清楚。 既然教练,队友都希望他能上,但至今未上,很显然,是双方之间的沟通出现了问题。 如果说的更直接一些,罗纳德很可能是能上而不想上,是典型的乍伤行为。 当然,在没有确凿证据面前,不能这么肯定,但有一点可以肯定,马次队中酝酿了一场巨大的暴风雨。 二,合同成为了双方的核心矛盾。 双方,到底有什么矛盾呢? 简而言之,合同,本赛季是伦纳德生涯的第七个赛季。 由于在此前两个赛季中,罗纳德都入选了赛季最佳阵容。 所以,他已经符合在2018年夏天成为马次队指定老将的要求。 如果马次队用指定老将条款提前续约他,那么,理论上他可以得到一份5年2.19亿的超级延约合同。 这份平均年薪达到4400万的合同,可算是掐住了马次的咽喉,给,还是不给? 对,这是一个问题,从2017年看,哈登,库里,沃尔,威斯布鲁克,仅有的4个满足条件的球员,都得到了顶心续约。 但是,这4名球员状态正处于巅峰,球队没有任何理由不给,而伦纳德确证了一个赛季,马次凭什么相信他要得起这份大合同呢? 万一他拿到合同之后就立马走下坡路,那马次就将背负一个长达5年的超级垃圾合同,从而一蹶不振。 但是从伦纳德的角度看,他已经提前达标,从经济利益上肯定希望最大化,即便马次不给,那么,放眼整个联盟愿意顶心当然比不上5年2.19亿,打他的球队多得势。 从这点上看,伦纳德似乎是立于不败之地的,很可能,马次在合同的拟定框架上,难以达到伦纳德团队的要求,所以,双方因此就谈崩了。 三,交易伦纳德已经无法避免这一崩对于马次来说,基本就是断了后路,不算本赛季,伦纳德的合同还有两年,其中2019到20赛季为球员选项,这也许就是双方矛盾的核心。 理论上,伦纳德最快可以在今年夏天就完成续约工作,而保守的马次更想看一下伦纳德的状态,僵持不下,谁也不愿妥协,那结果只能是不欢而散,交易,成为了必然的选择。 此前,就有马次和太阳的相关交易留言传出,不管最后如何,马次还是可以用伦纳德画到一些合适筹码的。 对于马次而言,球队的核心实际上是波波围棋,即便没有巨星,球队的体系依然存在,如果能够得到一些优质的高顺位新秀,未来未必会很糟糕,而伦纳德在这件事情中,却显出一定不职业的地方,虽然所求经济利益没有错,但如果没能拿出足够的表现力,那么,就有种百大佬的嫌疑。 这对于一支纪律严明的球队来说,是大的禁忌,到了合同年要挟球队,这不是正确的做法,即便他换了一支球队,仍能有不错的表现,但是有些东西,可能会让人感到隐隐担忧。